哈囉 各位治康粉絲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書寧診所的王書寧醫師來為糖尉 做線上的解答 王醫師你好 你好 各位糖尉大家好 那王醫師要請問一下 其實很多糖尉都擔心自己血糖控制不好的時候 可能會保持糖尉病症面面的發生 那日常生活中糖尉可以如何注意自己有沒有什麼症狀 可能表示腎大功能已經慢慢在衰退了 大部分講我們說腎功能在反慢下降的時候幾乎是沒有什麼症狀 所以還是必須透過一些規律的抽血跟醃料來知道說到底腎上的功能怎麼樣 那如果說在急性惡化的過程中 可能會發現小便的顏色改變 比如說變得比較深 比較少 那可能會發生水腫 我常說水腫 身體重上升 血壓上升 所以有以上這些狀況變化的話就要發現說有沒有可能腎上的變化再進行 所以就必須要趕快再做一些檢查的部分 那抽血檢查有哪些指標是表示腎功能嗎 OK 一般腎功能的話我們分兩搭的也是抽血跟鮮釀 那抽血的話基本上就要用電刀機雙肝 我們機雙肝的話它可能會帶出這個聖氏酒過濾率 那一般來說正常的話過濾率會在至少60以上 那當然可能關係到一些比如說喝水量啊 或者是本身的一些吃藥等等狀況 那至少不要低於60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點ACR 那ACR就是一個人一天的蛋白質流失的量 至少是小了30以下的正常值 那其他部分像一些電解質部分 可能跟腎上有關係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檢查看看 那如果腎口真的發現自己有那一些可能水腫 讓它們變少了一些素質也開始惡患 那有沒有什麼比較注意的地方 一般腎臟我們跟三個部分去做一些保養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本身慢性病 包括血壓、血糖、血脂肪、尿酸、尿蛋白 那這幾項慢性病本身跟腎臟有些關聯性 所以如果說我們把慢性病控制好 對腎臟影響相對比較少 那很多人的觀念是說我不敢吃藥 怕、傷腎 我想這是錯的觀念 慢性病控制好對腎臟相對是比較安全 所以不要擔心說吃藥 原則上要怎麼控制好慢性病比較重要 那第二個是 畢竟剛剛講說藥品 所以可能來過後面的中草藥 或是中文師開的 或是其外外的偏方 或是一些長期的消炎止痛藥 這當然就是盡量避免 那第三個就是一些 剛剛說的比如說蛋白質的東西 蛋白質在腎臟代謝 所以整天的蛋白質量比較過高 大概平均的話大概可以減五分之一起來 這會是五分之腎臟的蛋白質的攝取 比較不會上到腎臟的負擔 所以糖藥如果真的發現自己腎臟在退化的時候 其實最好就是跟你的醫療團隊做好討論 對 所以醫療廚房外其實要找醫療是透明的 也是狀況的時候要做調整 沒錯 那我們今天真的很謝謝王醫師 謝謝糖藥的解答 那糖藥呢 如果更多問題想要詢問 也可以在下方做留言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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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嘛 好 今天 τη